大家好,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3月7号早上10点 加权指数今天开盘是大跌500多点 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场战争还不太平静 虽然使得美股电子盘是呈现往下的 欧洲股市也是呈现一个跳水的 虽然使得加权指数今天的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那这边你回想一下 我们在上礼拜是怎么跟大家做叮咛的 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跟大家聊到 这边反弹上来如预期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你也不用太过开心 反弹上来你要趁着这个机会 调节你手上怎样产业趋势看坏的 所以产业趋势看坏的这个个股 如果有反弹上来 那这边是让你做一个减码的 所以如预期反弹 但是你也不用太开心 因为目前盘市仍然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加权指数的技术分析图 那还记得吗 就是在上礼拜这个红K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 反弹上来你不用太过开心 因为什么 因为这边反弹上来 马上遇到这个压力区 那我们一再跟大家聊到 来到压力区一定会做一个震荡了 原本支撑变成一个反压 那反压自然而然 不容易一次就把它攻过去 一定是这样反复的来回震荡 那反复的来回震荡 我们也有跟大家提到 这边你要它走B转 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它这个不确定因素 还是非常多 战争升息通膨 甚至选举 这么多因素缴在一起 所以使得波动只会放大 那波动放大 你要它一次就直接走一个B转 过这前波高点 自然是不容易的 那同时我们在上礼拜有跟大家聊到 2月24号 这长黑K的高点呢 高低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位置 这2月24号长黑K的高点呢 如果能有效站上的话 行情就有机会这样 反复震荡 然后盘间去挑战这前波高点 但是如果没有来的话 反而是往下去做跌破 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 其实你不用太过恐慌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低点跌破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跟连线的距离 其实也没有差太远 跟连线的距离 顶多就差个400点左右 那今天已经跌破了这连线 我们反而认为是 你要留意机会在哪边呢 那当然我们不是叫他说 叫人说这边就是直接All in了 直接Shot hand了 而是这样 你要开始去分梯逢低布局 布局一些产业趋势向上的个股 那其实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了非常明白 在我们开始录这盘中节目的时候 大概是在2月中的时候 我们曾经一度一再跟大家提醒 这边你要去留意一下 你要去杠杆 然后还要怎样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今年不太适合Shot hand 不太适合All in 你反而是要怎样 稳扎稳打 守住你的获利 守住你的本金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 这个选举升级通膨 甚至这个战争 这么多因素搅在一起 波动只会放大 那波动只会放大 如果你过度杠杆交易 那万一不小心的话 产生什么 让你负债 本金全部没有了 那结果还负债 其实那是一件很冤枉的事情 而且我们都知道 你要重来的话 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今年最大的课题是什么 去杠杆 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然后慎选你的产业 所以来到连线这边 我们反而是认为是一个机会 如果你要照着我们先前话 这边不要过度乐观 因为这边呢 反弹上来已经碰到压力去了 所以你的现金有留着 那有留着又做好部位控管 那我相信这边呢 你是有资格去谈这个逢低布局的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聊到 这个逢低布局 因为就过往的案例来看的话 来到连线这边 其实这样 其实都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因为来到连线这边 被动式的买盘呢 或者什么 长期的受写资金呢 这边都会进场去做一个布局 做一个低界的动作 所以来到连线这边 我们反而认为大家要特别留意 你可以看到前坡这边呢 就开始这样 开始来到连线这边 就做了一个收缴 那投票 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指纹讯号 我们跟大家提醒 有两个条件 那这两个条件都有达成的时候 其实你的部位才可以适度的放大 不然的话 现在你还是要做好部位控管 然后分批逢低买进 千万不要一次就跟他羞恨了 那这两个指纹条件是哪个呢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这个产生一个爆量长黑 实体的一个爆量长黑 做了一个收缴 而且这下一线要非常长 是细长队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到 如果这边能像这边 如果一个爆量长黑 往上做了一个收缴 然后是一个细长队 它就有出现一个指纹的现象 出现一个指纹的现象 行情也一样不会直接这样 一路的往上攻 它还是用反复的过程中 所以反复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让你分批逢低建立 建立部位的时候 所以这边你要去留一下 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爆量长黑 中哥来录影的时候 这个成交量大概是快6000亿 所以爆量长黑 尾盘能不能往上顺势做一个收缴 那留下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或者是什么 一个实体的红K棒 一个实体红K棒 好比说这边一样收缴之后 然后一个实体红K棒 但是往下回撤 没有跌破 又来了一个实体红K棒 那行情就开始震荡向上 或者是什么 看到这边 这边原本也是一个实体红K棒 原本也是出现一个指纹的现象 但是来到压力区没有攻过 反而又回撤打第二只脚 那回撤打第二只脚 这边低点也跌破 所以这边还不见一个指纹的现象 所以你这边只适合什么 分批分批分批 逢低分批逢低分批逢低 所以这边千万不要一次呢 就惨惨来跟他买下去了 中哥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那你也不会保持弹性呢 是最重要的 所以胜选产业 我们应该调哪些个股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盘前提醒 是怎么跟大家聊到的 我们跟大家聊到 你要去留一下 好类股 钢铁类股 那硕化类股 还有什么 记忆体个股 那实际上 如果你有追踪我们节目的话 其实我们盘前提醒的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帮大家筛选出 接下来资金有机会流入的个股 那你将去盘中去观察一下 资金有没有像我们说的 有开始流入 有流入的话 你可以经常做个布局 那如果没有流入的话 我们就持续做个观察 那事实上 航运 钢铁 硕化 记忆体 甚至先前一再跟大家聊到 IP西式材 3035的资源 甚至什么 ABF载版 其实这些产业 我们一再跟大家做个叮咛 做个提醒 那为什么这些产业这么重要 我们要提醒这么多次 因为它的趋势是呈现一个向上 所以我们这边帮大家 归纳出一个重点 整个三月份的重点 就是放在涨价趋势 还有什么高值率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节目 跟大家聊到涨价趋势 钢铁硕化 但是这个 这种的倾向是 比较偏一个短线题材 因为市场上 如果说今年的硕化类股 跟钢铁类股 你的获利 要像去年这样子 这边拉长一大段 其实是有难度的 因为去年基期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油价的上涨 又只是一个短期因素 所以我们认识说 钢铁跟收化只是一个短线题材 让大家可以适时做一个调节 先前我们也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这钢铁呢 每天留下一个长上一线 会不会是一个假拉台针出货 这边是大家要去留意的 那我们也跟大家聊到的是 这边油价大长 收化类股 只是一个短线题材 真正收回什么 这种航运类股 那为什么航运会是收回呢 其实大家可能会认识说 这油价上涨 航运的成本会增加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受害个股 但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 航运类股 它仍然是一个卖方市场 如果你今天是老板的话 那你今天想卖多少 如果今天是 今天你是老板 而且又是卖方市场 就是我说了算的话 那你想 你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你想调涨多少的运价 你就可以调涨多少的运价 因为上上还是会买单的 所以这油价会反映到运价 那运价上涨是不是又调高了它的获利 那航运类股 这种各样是抱持着一个 比较偏短线的题材 这种各为什么 它的鼓励如果公布了之后 这种各就选择开始慢慢下车 因为高值率题材就是这样子 上上在卡位它的现金鼓励 或是股票鼓励 那么说它有一个值率题材 但是通常一公布之后 都是一个利多时间点 那我们反而那么说你可以去特别留下 涨价趋势又有高值率概念的 目前来看的话 机体是我们认为一个很大的重点 因为它这个5月6月这边呢 这个供给会开始出现缺口 而且缺口会越来越放大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 那这把金呢 你可以看到把金的价格是跟着油价一样 将一步一趋越创越高 那把金往上涨 那其实呢 这个是不是开始产生一个 供给出现一个缺货的危机 那原本就已经开始进入个涨价趋势 那这边又有一个供给的问题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谁的低价库存越多 低价库存越多越容易带动它涨势 那我们这边就来帮大家追踪一下盘中的走势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中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股价就是有逆势把它往上推的 但是逆势往上推 我们缩小来看的话 其实这边住了那么多人 那这种人是始终相信什么 这边造山运动 如果它要继续的话 必须过这前面的高点 那如果过不了 那这边造山运动就已经终止了 反弹上来 都请大家站在卖方 其实就跟我们先前一再跟大家聊到的行列股一样 整个来看的话是一个空头 但是如果有短线底彩 你要不要赚 这种会选择什么 如果有短线底彩 会跟着进场做一个短打 但是如果是往下的话 我们也会赶快把这个部位给close掉 做一个停损 毕竟交易没有百分百的事情 当如果短线底彩有机会 胜利有来到70到80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进场 那20%就是我们需要帽的一个风险 所以看到中红 或是这个涅价北涕 大成钢今天是呈现一个下跌的 再来看到这个张员 今天也是呈现一个下跌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这个钢铁类股就是维持着一个平盘 这边的瑕浮了做一个震荡 那中红也是呈现一个下跌 甚至先前外资有调高平等 这5009这龙钢 今天也是呈现一个高档震荡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钢铁类股也符合我们目前跟大家做的一个规划 再来看到这说话类股 那说话类股果然是符合我们的运行 它就是一个短线题材 你可以看到这边墙一天之后 油价还在创新高 但是它已经软干了 所以油价造成的说话类股 我们能够说潜尝即可就可以了 或是看到这个台剧 今天也是呈现一个下跌现象 那再来我们看到台硕四宝 台硕四宝今天的表现 大概也是在平盘附近来回去做一个游走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说话类股就是短线题材而已 再来看到长龙 长龙今天跌幅是比较重的 但是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低点起涨点并没有跌破 所以起涨点没有跌破 中哥会选择怎样再看一下 因为这边你可以看到 投信在上礼拜五 虽然说开高走低 那被葛铁充给卖下来 但是投信在这边还是呈现一个买超了 所以运价上涨 我们就会再看一下 然后等待什么 等待股力政策的一个公布 那一公布出来 中哥就会开始分批获利下车 所以这行业股请大家把节奏抓好 因为我们整个放大来看的话 其实这边跟钢铁股一样 套牢原文实在是非常多 所以反弹上来 中哥随时会找机会获利下车 那么反而把重点放在哪边 放在机体个股 那机体个股 今天这个群年是下跌6% 那下跌6% 那回测上扬基线你认为应该是买还是卖 这个是选择什么 选择认为说应该是要做买进的动作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葛兰币八大法则告诉我们的 股价回测上扬基线通常都是一个好买点 股价跌破上扬基线通常都会有一个向样反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 在这样的SOP之下 又看到这个产业前景是向上的 所以今天压回 我们认为反而是要让大家去这样 流域布局的一个timing点 但是请大家一样把部位控管好 千万不要看到中哥说 这回测上扬基线 这边会有机会反弹 这边就跟他all in了 然后到时候再找志工说 中哥你不是说会反弹吗 但是会反弹 我们没有叫大家 这时候一下子就把部位给建满 我们喜欢的是什么 这边开始逢低慢慢布局 然后如果有机会过了这个反弹区 要开始走一个主身段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再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逢低布局 然后后续资金有开始流入 资金持续流入 我们经常做一个加码 那这样的情形会让你的资金 少了很多等待的时间 那这是我们一贯喜欢的方式 那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我这边 这边就是要滴滴买 那反弹上就是要做卖的 但是这边如果你的目光只是看到这样子而已 我没有说你长期下来 是不容易赚到钱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大赚小配的循环 所以不管是群力也好 或是威刚也好 今天跌幅呢 也是比较重一点 但是呢 回测下来 我们能回测到前波其他点 反而都是让大家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再来看到这个金豪科 那金豪科今天也是回测到这个季线 不过呢 这个季线是呈现一个下弯的 所以它的力道呢 会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后续你可以观察一下 这边投信呢 有没有持续做一个买超 那原则上 只要记忆体好 这种会相信 这金豪科呢 也不会太过寂寞 在我们看到 先前跟大家聊到这资源 那资源今天也是有回测 那回测到实现 你再观察一下 实现这边有没有有效指纹 那从筹码来看的话 其实它并没有太大松动 外资或是投信这边 筹码其实看起来 还是非常非常安定的 所以资源这边你可以选择这样 如果这边回测实现 没有跌破 那是不是一个最 最小损失点呢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3037的星星 今天跌幅呢 就比较大一点了 那今天跌幅比较大一点 好不好 又是回测到这个上阳的季线 那上阳的季线 我们反而都是大家的一个好机会 那回过头我们再跟大家聊到 总不能只是跟大家聊好的 那差的都不跟大家聊 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台电今天跌幅相当重 那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台电目前走一个区间震荡 那区间震荡 这边的低点似乎是还没有跌破 但是呢 我们这边不会想 想过度去做个 做个交易的动作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啊这边是持续性的 在做一个买操的动作 卖操的动作 那除非是什么 除非你是存股足 不然我们认为在有益力的情况下 就暂时不用急着进场 我们喜欢的是什么 涨价局势 叫高值率概念 所以高值率概念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2542 这个新富方 今天也是呈现一个下跌 那今天一根跌幅 迟掉先前的这个红K 那这边我们要去太过担心吗 这种都是不会紧张的 因为为什么 我们这边如果是买在这边 那即便今天回挡 其实你还是有赚钱的 而且今天月线还是上扬的 那这上外资这边是连续买超了一个多月 那买了这么多 买了这么久 想必是什么 它不会只是为了这一段涨幅 那不是为了这段涨幅的话 那今天回挡月线 是不是又是大家的一个好机会呢 就让大家去做个想一想 那原理上众格这一档也是会跟这个长龙一样 这边如果有什么 如果有鼓励政策开始公布之后 众格就开始慢慢的分批 分批获利下车 那另外长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龙行 其实今天也是呈现一个重挫 那或许你会说 其实那盘在跌 其实每个个股都会往下跌 但是我们在先前在这边高档的时候 就有跟大家提醒 解封概念要特别去做留意下 不是所有的个股 你都可以去做一个买进的 或是什么 有人认为说解封之后 这大铁呢会非常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鼓励政策一公布之后 就往下回落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你时间大家查看的话 一样是一座大头部 那大头部的情况下反弹上来 其实你都要适时的做一个 分批获利 分一个做个减码的动作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我们回过头来帮大家去追踪一下 三月重点 涨价局势 加高值率概念 股价有回测到 价位指数已经回测到年限了 我们能够说 这边的被动式买盘 长线的资金都会进涨 你反而去留下 只会你现象出现的一个 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布局呢 现在涨价局势 不外乎就是目前有价上涨 或是年价上涨 钢铁硕化 航运都有机会 但是这些我们偏向一个短线题材 真正的focus重点在哪边 记忆体 这边五六月缺货涨价 甚至先前跟大家聊到过的 电源管理IC 甚至什么高速传输IC 我们认为这也是什么 产业趋势向上 如果有回测到甜蜜点 我们会在节目上 及时帮大家做一个追踪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要请大家留意这种个 Light 跟条轨 我们在群组上面 有跟大家分享一份 涨价局势加高值率概念的 一份资料 同时用布林轨道 帮大家把这个 区间的价位给抓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区间 来回去做一个操作 所以想要拿到这份资料 请务必教众哥 Light 跟条轨 来收取这份火线资料 那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拜拜